如果说有什么工作,是不会担心35岁之后被辞退的 那么想来想去也就只有公务员了 那所谓的公务员,根据国家的定义 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编制 由国家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那如果这么一想,古代后宫的妃子们 履行着为皇帝找乐子,给皇帝生孩子的神圣使命 成为后宫编制中必不可少的一员 那么皇帝也应该发工资吧 在古代,皇帝很高贵 所以皇帝的后宫也很高贵 皇帝身边的人,好像是外面所有人的组织 这都成了个不成文的规定 于是到了现在,这种高贵可能就体现在 随随便便什么皇帝的随便人 就能用钱砸死人的言论上 来啊,赏小凳子三百两金子 我的天啊,这位贵人,你可真是大手笔 其实古代皇帝到底给后宫的公务员们发多少工资呢 看电视剧看小说,见过一字千金的贵妃娘娘 也见过吃不饱穿不暖的小组 都是吃货皇上的 就算再惨,也不应该这么惨吧 不管什么时代,都流行用证据说话 惨不惨,我们拉个工资单 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以大家最熟悉电视剧里 清宫后妃为样本 我罗列了以下数据 清代后宫,后妃年缝分为九等 一等为皇太后年缝 每年黄金二十两,白银两仙两 二等为皇后年缝 每年白银一百两 这两位算是后宫之中最高贵的女人了 拿着独一份的工资高高在上 再往下,那工资可就真的是 久经老太过年,一代不如一代 皇贵妃 后宫之中第三高贵的女人 每年可以得到白银八百两 贵妃也差不了多少 每年白银六百两 再往下,就是我们俗称的断牙式跳水了 妃为每年缝禄三百两 嫔为每年白银二百两 然后是皇帝兴起时的后工成员们 贵人白银一百两 常债白银五十两 答应白银三十两 以前龙年间的物价 一两银子约等于现在的二百元人民币左右 皇后差不多能当个年入二十万的白领吧 再往下算 那些贵人答应常债 一年也就挣个无畏数 在首东这种高消费的地方 够活吗 以现在来说当然是不够的 但问题就在于 那是当时而不是现在 依然还是说乾隆年间的物价 一生烧好的大米大概需要十五文钱左右 折算下来 一两银子能买一百五十斤烧好的大米 然而现在 我们吃到的大米里 比较优秀的大概就是五常有机米了 二百块钱 一两银子 只能买二十斤左右 而人一天吃七百五十克左右的大米 就已经很了不得了 更别提那些坐在宫里 没事就养养花 逗逗鸟 折腾折同事的妃子们了 他们干的活少吃的也少 于是我们得出一个粗略的结论 他们二两银子就能管一年的主食 说完吃的那我们再来看看房价 乾隆十二年 北京内城西北角太平湖东的七天卖瓦房 大小至少也要一百平 只卖八十五两 折合人民币一万七千元 那地方约等于现在的新街口 而新街口现在的房价 大约在十三万左右一平 这样一看 妃子伺候皇帝两年 家里就能在首都内城买套房子 这收入换到现在 急破头都得进去 更别提对于后宫贫妃来说 俸禄只是基本中的基本 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是由皇宫定利供应 相当于包吃包用包穿包住 每年还给你额外发钱 那他们的吃穿用度又有多少呢 以后宫阶级中的中位数非为例 每年一位妃子可以得到如下布料 用来做衣服做帐子 反正爱做什么做什么 都是国家发给你的 哪怕愿意撕掉听个响 也没人拦着 网断一匹资金一匹装断一匹 具体的我就不读了太多了 这乌央乌央一大串列下来 只要不是一件衣服穿一天就扔 一年的衣服都绰绰有余了 换到现在 我们每年的收入至少要有六分之一 要花在买衣服上吧 再来看看青宫飞味 每天的食物供应 猪肉酒精 白面三斤八粮 白糖三粮 核桃仁一粮 除此之外 每月还供几羊食物盘 鸡鸭供十只 六安茶叶十四粮 天池茶叶八粮 吃的虽然比不上皇后 但好歹有季有牙 有猪有羊了 再来看看屋内的生活器具呢 皇帝既然抱你住了 当然也是会配给你的 屏幕上出现的 同样是一个飞子房间里 过暗漂白的配置 消费品也另有供给 飞味每天可以得到白蜡两只 黄蜡两只 盐油蜡两只 夏季每日可得红楼炭五斤 黑炭二十斤 冬季每日可得红楼炭八斤 黑炭三十斤 这还不算柜子床子里的大建家具 可以说基本上该有的全都有了 而且就像我们按月领工资 干好了就会有奖金 老板高兴了会有红包 每年年底的时候 还有年终奖 生日节假日都有福利 这些清代后宫的妃子们 也一样都不缺 比如宫斗最重要的道具 孩子 一般后妃怀了孩子 生了孩子 孩子满月了 皇帝都会发发红包 这红包一般都不小 多多少少加起来 至少也抵一年的工资了 连宫女太监 都能收封一到三个月的俸禄 更何况这些组织们呢 所以某些清宫戏里的皇后 干的事那真是相当不划算的 留着那些孩子 一年能收多少红包呀 终上所述 妃子们的生活 基本上只要安分守己 不挣不强 差不多吃穿不愁 手里有闲钱 不过除了送出去给娘家 或者打点上下 基本上没地方花 皇帝来的时候十分忙碌 皇帝不来的时候十分清闲 然而那时候没有网络 也没有手机 各宫女的规矩严谨 来往聊天的也少 每天待在屋子里 除了弹琴修花养孩子 也就只能变成发的动脑筋 折腾同事给自己找乐子 所以宫女的大家为什么要逗 那确实还是被生活给逼的 不然生活就会像一滩死水 了无声趣 不过如果有了网络 一切就简单不同了 所以宫女的心意 知道吗 救命